哈喽大家好,我是庄文英的RB新年比星 非常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咱们来聊经典日剧《冰点2011》第二部分的剧情 故事是这样子的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 夏之知晓了杨子的身世是杀女仇人的孩子 而始作勇者正是他深爱的丈夫启造 村井问他,难道不怨恨杨子和启造吗? 夏之稍稍扬起脖子,眼神冰冷至极 他说,用怨恨这字眼,根本不足以形容 但是他却要求村井不要告诉杨子真相 也不要告诉启造他看过了邮件 村井问他原因,夏之委屈地哽咽道 因为那个家会变得支离破碎 他低声唾气,无助地抱住村井 很快又意识到了什么 迅速向他推开 或者不甘心,强行将夏之拖着到沙滩上 夏之不从,拼命抵抗 终于挣脱了村井的魔爪逃离回去 就像15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他最终其实选择了逃离 只可惜起草不知道 和大多数男性一样 他更相信自己的主观异端 于是当第二天村井向他道歉 昨晚不甘约夏之到海边 让他生气了的时候 起早也没有选择向夏之求证 而是想当然的做出了最坏的判断 郑爱林曾说 任何感情问题都不要冷处理 有疑惑就去询问 有错误就要承认 很多事情忍着忍着 就变得模糊了 问题不会在忍耐中被时间化解 只会在日复一日中带来长久的失落 遗憾失望到极致 这话与朱军共勉制吧 杨子想为手术成功的外公制作蛋糕 夏之隐落替他准备材料 临到庆祝当天 却轻描淡写的时候忘记了 杨子有些意外 这是妈妈第一次 没有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 杨子正要带着歉意说 他没有礼物可以送给外公 此时起早却端出蛋糕 说是杨子买的 替他解了围 这也预示着夫妇二人之后 对杨子的态度 村井不请自来 外公很高兴 因为村井是手术的操刀者 杨子也很高兴 因为村井还给他带了礼物 这让阿彻察觉到爸妈脸色的变化 回到屋内 他提到了琉璃子的往事 直接了当地说 其实他知道杨子不是他的亲生妹妹 他眼神坚定又认真 说他会保护杨子 把不能给琉璃子的爱 一并全部给他 喜造和好友告慕很是欣慰 可夏之却似乎听出了更深的意味 杨子穿上村井送的白衬衫走了出来 款式竟然和当年夏之穿的一模一样 他神情大变 让杨子以后不要再穿这件衣服 匆匆逃回房间 杨子感受到妈妈最近对他变得冷漠 单纯的他 想做些什么让夏之开心 于是偷偷到陈子阿姨的花店打工 想攒钱买钢琴演奏会的门票 给爸妈作为惊喜 哥哥阿彻发现了他的举动 并答应替他保密 杨子奄然一笑 露出名谋好耻 萨尔骄傲告诉哥哥 我的闺蜜小林喜欢上你了哟 还恶作剧般的把头贴在他胸膛上 听他是不是动心了 这个动作不仅让阿彻心跳加速 他确实动心了 不过不是对小林 而是妹妹杨子 他有些紧张 有些不安 可杨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妹妹啊 想到这里 阿彻如是重负 而我却觉得索然无味 兴致全无 好回到剧情啊 杨子晚归打工的事情 让夏之感到丢脸 因为这会让外人觉得 父母没有给他零花钱 起躁却不以为然 让杨子不要放在心上 夫妻二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 阿彻喊杨子起床 却看着睡梦中的杨子嫩了神 这一幕被夏之尽收眼底 他度火中烧 怒不可遏 将演讲比赛的奖状揉成一团 丢进了垃圾堆 却被杨子意外捡到 他自欺欺人地告诉阿彻 这只是普通的讲义 然后躲到没人的地方 默默捶泪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有什么比父母过爱他 更残忍的事呢 另一边起躁找到村井 请求他不要再介入 他们家庭的事情 村井冷笑 你不是在保护家庭 而是在亲手破坏他 他直言不讳 我看过了你写的信 你真是个恐怖的人 这句话戳中了起躁的软肋 他从来都是受人尊敬的医生 唯独杨子这件事情 他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过错 他借酒交仇 向好友高木吐露 杨子其实是杀害 琉璃子凶手的女儿 高木有些错愕 他误以为起躁是以德抱怨 因为起躁过去常说 人没有必要背负着 悲伤和怨恨活下去 他不由得对好友连声夸赞 起躁面色冷峻 我没那么伟大 我这么做是因为怨恨下之 说完在羞愧和懊悔中离开 他亮亮相向地在街头晃荡 恰好遇到了独自伤心的杨子 杨子将钢琴演奏会的门票送给爸爸 起躁告诉了他琉璃子 其实是被人杀害的 但还是隐瞒了杨子的身世 杨子觉得一定是他在演讲会上 自作主张地提到琉璃子 勾起了妈妈痛苦的回忆 才让下之变得对他冷淡 他自责地流下泪水 下之听到了这番话 他主动上前抚摸杨子 挽着他的手带他回家 气氛缓和了许多 这天下之精心打扮 随同丈夫听演奏会 并在结束后约好和杨子去餐厅吃饭 演奏会中有一支叫做布兰克的曲目 这是杨子精心挑选的 只是他不知道 琉璃子去世那天 下之正是弹奏的这支曲子 熟悉的旋律菜色响起 引起下之痛苦的回忆 他捂着正痛的胸口冲出会场 原本和杨子约好的聚餐 现在也毫无心情 阿车很生气 因为杨子非常期待这顿饭 他说如果下之无法再把杨子当作女儿看待 那他总有一天 也可能没有办法压抑现在的想法 下之被这话瞬间震住了 他表情凄楚 终于忍不住问起造 为什么要立养杨子 他不想再听丈夫任何虚伪的话 起造感到错愕 他心虚 眼神躲闪 不敢看下之 吞吞吐吐道 那是你想要的吧 因为你说想要个女孩 这个回答让下之绝望 他瞪大了眼睛 心中有千种委屈万种不甘 却不知如何开口 他愤而离去 视魂落魄地在街头游荡 恰好看到了真为他挑选纪念品的杨子 杨子的身父杀害了他的女儿 而现在他又要夺走他的儿子 因为他 这个家庭将分奔离析 曾经对杨子的爱 在这个瞬间 转变成了极度的恨 只要杨子不在的话 这个念头止不住地 在下之脑海浮现 还一步步朝杨子靠近 悲怅地闭上眼睛 伸手将养育了15年的女儿 推下了楼梯 幸运的是 村井及时赶到救下了杨子 但某种意义上 杀人未遂的罪过 和杀人没什么两样 下之已经伴着脚 踏入了犯罪的深渊 村井不愿心爱之人继续沉沦 他再次试图拉着下之逃离这个家 他怒吼 我看到了 是你把杨子推下去的 总有一天 你会忍不住杀了他 这些话被躲在一旁的阿彻听到 和村井一样 他也不愿让心爱之人再受到伤害 他要带杨子离开这个家 可杨子不肯 情急之下 阿彻失去了理智 他说出杨子不是这个家的小孩 起造愤怒地打了儿子叶尔光 可下之却承认了 你的确只是我们离养的孩子 杨子太恼在地 神情呆滞 这个15岁女孩内心有多爱上痛苦 实在难以用言语描述 村井找到阿彻 表示他说的那些话是假的 目的是为了让下之能跟他私奔 阿彻当然不行 村井反问 莫非你也和我一样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吗 两个失忆之人 此时却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而和他们同病相连的 还有护士松奇 他无可拘要地迷恋上的院长起造 这个前卫的女子 并不在乎道德的约束 他笑叶如花 村井一声你喜欢院长夫人对吧 喜欢的话就真心地抢过来呀 他已经厌烦继续等待下去了 于是他用各种小花招 挑拨夫妇二人之间的关系 可是却没能作笑 他无奈地向起造深情告白 依旧被后人严厉拒绝 失落的松奇来到村井家 村井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 并拨通了起造的电话 让他听到松奇的挣扎声 他打赌起造会赶来 看着愤怒的起造 村井依旧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他问道 这是谁的错呢 是没有接受他的你 还是接受了他的我呢 说实话 起初我是真心没看懂 导演安排这场戏的用意 但是经过反复观看 呃别想外啊 不是指你们喜闻乐见的打架情节 并查阅资料 我有了些隐隐约约的感触 村井那番话中有话 暗指的当然是15年来 起造未能接纳下肢 给家庭造成的伤害 他用这波近乎病态的操作 完成了真小人对伪君子的谴责 村井这个人十分不讨喜 但他却是一个活得很真实的混蛋 这种三观有些稀碎的人设 除了艺术的夸张成分 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 作者三普林子的宗教信仰 在基督教的教育中 原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份罪孽传承自的人类始祖 压葬夏娃偷吃智慧果 人生而有罪 人心本恶 因此我们会看到 自以为可以宽恕任何人的君子起葬 真正面临事故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会做出收养仇人女儿 来报复妻子的 这种令人恶寒的罪行 而夏娃之更是如此 他爱养子吗 爱 可这份爱是建立在 爱自己的前提之上的 他享受被夸耀成贤妻良母 他也享受被村井爱慕的感觉 失去琉璃子 让他感到痛苦 因此他需要一个女儿 能够让他尽到母亲的职责 通过对养子的呵护 救赎他对琉璃子失职的罪孽 在疼爱养子的过程中 他同样也是在爱着自己 可他没有想到 这一切反而被起造用来报复 他亲手养大了 杀女宠人的女儿 这没能洗脱 反而加深了罪恶感 当养子成为他痛苦的源泉 他便决绝地选择除掉养子 因为自始至终 他爱的都是他自己 这种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 自私自利 就是自身这个家庭 罪恶和灾难的根源 而三普林泽作品 一直以原罪 与神的宽恕为重心思想 他批判人的虚伪丑恶 却也主张 人应当宽恕 人性的不完美 也就是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中 皆有提及的 爱你的敌人 关于这个观念 在剩下的剧情中 有较为深刻的映射 这部分的内容 我会在下一期 也是最后一期的视频中 进行阐述 杨子会知道自己的真实绅士吗 瞎之和起造 能原谅彼此吗 阿彻该如何处理 对杨子的感情 孙景和松奇 又会生出怎样的端倪 你们要不要给视频 点赞收藏投币 好了 下一期视频 带大家看一看 北海道优美景色下 赤裸裸显现的 丑恶又善良的人性 我是庄文艺的 RV千金比心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